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想要跟你们分享 荷兰打工度假签证除了转高技术移民签证外 还有什么签证是你可以使用的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当初申请荷兰打工度假签证的整个时间 2020年是台湾跟荷兰第一次开放双向的 打工度假签证 本来是应该要在4月的时候统一开放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大部分都延迟了嘛 那我个人是在9月的时候看到粉专上面 有释放出名额 于是就寄信然后取得了申请资格 那其中需要准备什么文件啊 要缴交什么资料等等的 我就在这边不赘述了 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到他们的官网去看 所以我9月的时候取得申请资格 12月的时候取得MVP在护照上 取得MVP之后呢 你需要在90天内入境荷兰 否则你的MVP会试下 3月9号抵达荷兰 那当时疫情的状况下 荷兰政府是要求从台湾入境的旅客呢 需要有10天居家隔离 那也就慢慢的开始投履历啊 然后也报名了荷兰文的秘籍课程 一个月从A就是A0到A2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都是线上课程 不过很幸运的是在4月的时候就已经找到part time job 不过我有给我自己一个目标 就是我希望我在荷兰虽然是打工度假做的工作 也必须要是我在台湾会可以接受的工作 所以我还是有继续持续的投地履历啊 然后同时也是在增进自己的荷兰文能力 那当然freelance案子还是有做 所以有4月其实真的是蛮忙的 眼睛睁开到眼睛闭起来 每个时间都有事情要做 在4月底的时候 我记得是国王节的隔天 或者是国王节的隔个礼拜 我有点忘记了 我有点忘记了 我记得是国王节的隔天 那我就取得了面试机会 那这两次面试之后呢 我就取得了在万豪集团饭店的工作 那我加入的时候其实饭店是还没有开幕的 所以我是加入整个团队一起筹备开幕啊 准备开幕的东西等等 那我也做了这份工作从5月中一直到3月8号 也就是我签证到期的时候 为什么我的签证只到3月8号 工作只到3月8号 但是我现在还在荷兰呢 因为其实我还在等签证的结果 这是什么样的签证呢 我接下来呢 会一步一步带你们到IMD 就这边移民署的网站一步一步去看 那这个呢就是移民署的网站 你可以看到其实都很清楚 而且都有用英文表示 今天来看这边work 那是working in the Netherlands 这边有很多选项啊等等等等 那我今天做这个影片就是想要省下大家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点这个 Changing the purpose of state 那因为呢 持有打工度假签证呢 你已经有所谓的居留证 Residence Permit 就是这边看到的 只不过呢 因为我们现在working holiday到期了嘛 我们要把它换成另外的目的 所以可以这样往下滑一直到这边 You are here on a working holiday Your employer has given you a job and would like you to keep working for him Your residence permit exists firing soon You may qualify for a resident permit to work in paid employment 那我们就这边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他就会想说那你可以怎么样啊 你是不是欧盟的人呢 都不是 所以我们就继续看继续看继续看 到哪里呢 到这边 这里有个other work in paid employment 点进去之后呢 他会给你看OK 所以你要申请也是一个single permit 那他有什么条件呢 certain conditions 那在这个general conditions 里面其实都是一些蛮基本的 像是你的护照还是有效的啊 那你现在居留证都还是有效的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不过就是不是有那个高技术移民吗 那我的薪水就是补到那个程度 这边你也看得到 他其实对薪水也是有条件的 不过呢 他并没有像高技术移民需要的那么高 这边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他的薪资条件是1863 那其实就是比荷兰最低薪资高一点点而已 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你在看这支影片的时候 已经超过2022年的6月30号 那我建议你直接上网站 再确认一下是否有改薪水哦 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 假设你是艺术家的话 这边有不同的艺术类别 也可以给你参考 所以其实看到这边 你就大概知道说 哦其实你在荷兰打工股价 有合法的护照 有合法的居留证 你就是可以申请这个change purpose 那我们就继续看 你可以使用哪一个表格呢 这边呢 嗯 就分着两种 假设你的公司是 已经有被 IND 这边的移民署 recognized sponsor 的话 你所使用的表格会是7042 那假设你的公司 是有合法注册 但是不是移民署的recognized sponsor 所使用的是7044 如果这个使用表格的部分呢 我个人会建议 可以再打个电话给移民署 那他们都会很乐意解答 因为有可能是不同的情况下 会有不一样的表格需要被使用 表格其实蛮多页的 不过主要都是公司的资料啊 和你的资料 有一个附件 我想要特别提一下 他会在37页的这个表格中 那主要呢 他就是在询问你说 这个职缺啊 就是你所认知的这个职缺 是否有在UWV上面刊登过 UWV有点像台湾的老公局 所以他们有一个网站啊 可以刊登职缺资讯 那我非常非常非常建议 在公司答应你要协助你 转换签证目的的时候呢 就请HR将职缺资讯 刊登上UWV的网站 这个答案有点像是公司的证明说 他们已经有在欧盟内 寻找过这个职缺的人 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适合的人选 假设你有刊登在UWV上面的话 也就是说你有借由政府的协助 去寻找这样子的人 在上面刊登的时间越长 就代表越难找到匹配的人 所以他们才需要聘请你 这个外国人来担任这个职位 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建议 可以在UWV上面刊登越久越好 那必须要注意的是 你在寄出这个申请的时候 寄出这个转换目的的申请的时候 其实是必须要在你居留证效期 已经小于三个月的时候去寄出申请 所以抓这三个月 再抓前三个月去刊登在UWV上 假设你到你要寄出申请的时候 才刊登上UWV 那你在这边写的时间就会比较短 OK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要看我做更多 关于荷兰党公度假的内容 欢迎留言告诉我哦